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绍涵 杨宗伟等一众华语歌坛的璀璨之星为节目增色不少 如今 不出意外 声声不息第三季的到来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 近日有消息灵通的网友通过互联网曝光出声声不息三的情报 涵盖了这一季的你要嘉宾阵容和节目主题 令人兴奋不已 谈到声声不息三中华季的你要嘉宾阵容 不得不感叹节目组的眼光独到 他们不仅邀请了实力派歌手 还考虑到了艺人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确保了节目的观赏性 首先 实力派歌后韩红的加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韩红以其深情的嗓音和感人至深的演唱而闻名 他的代表作《天鹿》 那片还等经典曲目一直深受歌迷喜爱 与此同时 韩红还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气慈善大使 他的加盟将不仅为节目带来高水准的演出 还能为慈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林一连作为华语音乐圈的重要代表之一 其歌曲一直是不少人的时代记忆 林一连的音乐跨足了香港和内地 他的演唱实力和音乐情感都令人印象深刻 他的加盟将为节目增色不少 也将引发观众的期待 内地歌手黄启山也出现在你要嘉宾名单之上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近年来 黄启山凭借其扎实的唱功和音乐实力 频繁出现在各大音乐综艺节目中 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 他之前作为飞行嘉宾加盟过生生不惜二 如今再次回归 可谓是晋级转正 除了这三位实力派女歌手外 你要嘉宾名单上还有两位男歌手 各自具有独特的魅力 他为为芒果台有助非同一般的合作关系 他的加盟不仅是众望所归 也将为节目增添一份活力和创意 他的音乐才华和多才多艺的表现方式 将为观众带来惊喜 周深则是当之无愧的青年男歌手典范 他的音乐天赋和深情的嗓音一直备受瞩目 在各大电视台的晚会节目中 周深的表现一直备受欢迎 他的加盟将为生生不惜三 中华季注入一份独特的魅力 最后 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宋亚轩 在中华季中的定位 直接对标宝岛季中的马家琪 考虑到马家琪是时代少年团的队长 宋亚轩同学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他将为观众呈现一场充满活力和朝气的表演 也让人期待不已 生生不惜三 中华季的到来 无疑是华语音乐综艺的一次重要突破 不仅将跨越两岸三地 汇聚华语音乐的精华 还将为观众呈现一场音乐的盛宴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和情感的传达 这个心记得你要嘉宾阵容实力强大 各具特色 他们的加盟将为节目带来更多的精彩时刻 相信生生不惜三 中华季将会成为观众们的心头好 也必将为华语音乐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后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音乐之旅 期待生生不惜三 中华季为我们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华语音乐的未来 充满了希望和潜力 让我们一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